这个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三十位朋友们说 如果在资金不多的情况下面 做数位创新 那所以大家可能就要认识一个运动 叫做Free Software 就是自由软体运动 那自由软体运动呢 当时就用了一个英文字叫做Free Software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也是免费软体运动 但是这样子想当然不是真的 因为它主要在讲的是说 大家都可以改做啊 然后重新发布啊等等的自由 不过呢 真的还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参与好比方像 Girin1临时政府的这些社群的活动 我们第一个选号就是这么省钱 意思就是说 大部分的数位创新 尤其是软体定义的这一些 其实是完全不花钱的 加入Girin1的话 的活动的话 就可以学到非常多 怎么样子加一个网站 好比方说像 我有每天一个字典嘛 叫萌典 那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查询 可能就是台语啊 科语啊 或者是什么英语德语 法语后来还有阿美语啊 还有藏语啊 还有什么之类的 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字典 那但是呢 我们觉得一个月值几百万 人子可能有上千万过 那但是这些呢 我的频宽的费用 或者是我的主机的费用 所有这些费用 一个月哦 绝对不会超过一千块台币 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我用绝大部分的时间 去找有哪些免费的资源 可以用 那那些免费的资源呢 好比像是像GitHub 因为现在是微软在帮他付钱嘛 那或者是这个Red Hat 那他目前是IBM在帮他付钱嘛 也就是说 一些就是西谷的大公司 他们发现说 有一些真的就是Cosenter 那但是 大家如果一起去 把这些Cosenter 用开放的方式去 大家分担维股费用的话 那每一家探体来讲 自己的维股成本都会比较低 因为大家都会 就是帮忙去看里面的问题 以及帮忙去进行 最基本的修正 那所以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些免费工具 大概都已经是 就是有人帮忙付过钱了 那所以不用买不用啊 跟吃到饱是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 如果我们在社会创新上面 去看最新的自由软体的进展的话 那一下子就可以学会说 你想到的这些想法 几乎都是在完全零成本 或者非常非常低成本 一个月绝对不会超过一千块 的这个情况下 可以试做出来 那当然 如果你只是想要服务更多人 或者是说 想要有更多客制化的空间的话 有时候一些商业服务 也是不错的 那话比像说 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的例子 就是口罩地图嘛 那当时有很多人 有开放原始码 就是自由软件这边在开发 然后开放截图社群等等 但是呢 第一个time to marketing 就是第一个写出来的 确实是用Google的API 没有错 那就是无站位嘛 他用Google的Map API 加上Place API 做了一个代表 可以标定 哪里边有口罩 哪里边没有 等等这个界面 当然他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因为那个是要欠到 那所以当他就是 上了全国新闻 那大家都来用之后 那他去吃了乌饭回来 就欠了Google60万块 那但是呢 这个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只要证明 就是你有purpose 这个是那个purpose based link the purpose 就非常重要 你要证明你有重大工 一直是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我就拿他的作品嘛 去跟院长说 你看这个作品真的很不错 我们一定要反向采购他 意思就是说 他才是按住啊 加访 我们是厂商 就是看他需要什么API 我们就写条要去 开出什么API给他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 很成功 那所以后来我就加了 一个官方的网站 就是口罩工序平台 然后呢 就故意的把 openstreetmap排到第一位 因为后来他们那边也写出来了 Google排到第二位 然后我就跟Google说 我也了解 这个乌饭回是第一个写出来的 但是openstreetmap是 自由软体嘛 所以我就把它排到第一位 那但是如果Google 要排到第一位也可以啦 那你要不要考虑 就是免了他的债嘛 就是正如同 他免除了我们的债账 那他也没有收我们签 对 那所以Google想一想 这笔生意还算划算了 甚至马上来几天去签和 那签和完之后就说 那他可以排到第一位 他也免了无产委的债 那所以就是如果你的工作 是有公共利益目的的话 确实像刚刚是Google的CSR部门 那但是后来他也接到很多 BD部门 甚至HR部门 都跑来找他合作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只要有大的公共利益 在台湾 基本上不管你靠 屈膜啊 或者是重包啊 等等的方法 大概都最后这些成本 即使是他不是Constant 而是Linear 就是越多人来就签 无路越多签 这个到最后还是有解决的方案 可以去思考 所以因为就是各位的工作 大概公共利益都一定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欢迎多用这种群募的方法 连我们国合会 就是帮那个十万地名的 机制学校 就是送口罩啊 等等的那些题目 那在以前国合会 可以说是百分之半 都是用外交部的钱 但是这个因为有重大公共利益 所以他们就跑去 泽泽募资也成功了 所以就是连传统上面 那种百分之半用这幅钱的 事实上如果你能够想到一些 就是蛮有梗的这些东西的话 那其实居住墓子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